《玩具TV》第四季 第一集 第一集是做甚麼 Line Up 英文是Line Up Line Up 正如我的主題所說 今次也想不斷說一說玩具零售的淺談 即是 輕也好 衰也好 吹吹也好 不是心 無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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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狗淺的 我們不敢 太深入了 狗淺就不深 所以變得都很歡迎這一堂 好厲害 很歡迎各位朋友在Facebook發言 越深就越好 但我們都是錢的 沒錯 而且在Line Up的節目期間 我們都會送禮物 我們有條件 不可以抽獎 所以我們就送禮物 第二集就是這樣 我們在影片中回答我們 我們選擇 每個主持人選擇一個 你會說得最正 或問得最好的送禮物 我們應該有四份禮物 是隱藏在這裏面的 你猜一下是甚麼 我又不說 這個好玩 我德哥選擇 這隻就選擇一個人出來 這樣就好玩 這樣就留下跟我們聊天 好 這樣就飆升了 其實警戒突然間有這個主題 可能大家有留意這個新聞 都知道陪伴著我們成長的玩具反糾成 不是 玩具反糾成 都宣佈要申請破產保護 他還沒說 那叫做 久言殘存 我先用這個詞 申請了破產保護 有多幾個月去給他債務重整也好 找新人注資也好 之後他的命運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想大家關心的就是香港玩具反糾成的命運又怎樣 其實香港玩具反糾成 本身大家對玩具反糾成的認知都是同一個 其實是兩邊拉起來 我小時候以為屈臣史也是玩具反糾成 其實這不關事 因為你小時候 本身玩具反糾成的歷史其實都很長 已經不是說短時間 有人做功課 是的 我們這些債盒沒有那麼專業 什麼叫專業 他是一個書生 我是一個書生 其實會舉反糾成 這家是美國的公司 其實1948年的時候已經成立了 他的總公司就在新澤西州那邊 新澤西州 其實大家會在香港認知 其實在86年的時候 李鋒這個集團就是 中間就是用一些合作的方法 作為套餐 是的 過來香港這邊 其實他在全世界裡面 其實他大概有1600家 當中在美國他已經佔了800多家 其實去到很多地方的時候 有些是以色列的地方都會有 是你想像不到的 其實當中他的主要業務 都是買一些比較兒童的玩具 跟我們日系的玩具是有些出入的 是的 但是因為 譬如 對於在香港生活來說 玩具反糾成未必是 我們買玩具的 首先想到的地方 是的 譬如我以前在法國那些 不是太大的城市住 甚至大城市也是 我想你一想就是想到它是玩具反糾成的 因為法國沒有玩具嗎 我也沒有 其實現在主要為何玩具反糾成 遇到的問題 其實是他們 類似一個巨無法的公司 去到一段時間大家的業務都會是近似的 其實在這次這個破產的個案裏 其實他跟之前那個破產的KMark 是差不多 因為那個尺寸很大 用玩具反糾成 然後就去到 講回這個 他主要受到的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Warmmark 其實是其中一個折擊他們的地方 因為Warmmark 本身的銷售 除了是玩具 那些人可能買東西的時候 順便 順便 是的 還有其實是網上的業務 其實近年 這個亞馬遜也是 割個月割得很厲害 但是亞馬遜本身 你那個賣的東西 除了都很多 但是玩具反糾成 也有去拓展過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看到它的股價 或者它的毛利 其實在2013年的時候 它是標升得很厲害 但是當時 它要做一件事 就是存倉 它的貨量存倉要很多 你看到其實它的回報 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 很多大公司 都在這個 其實它的中間是轉 如果 你由2008年到2016年 你當是10年 那個 當是平均線的問題 其實中間 它是2013年最嚴重 它賺很多 但是它和其次蝕 都會蝕很多 但是其實去到2016年的時間 其實它已經開始蝕的 是少 今次導致到其中一個 原因就是 它本身的負債是50億美元 接下來 明年是有4億美元的 到期 折合港幣大概是31億左右 那 那 你要折... 為什麼 我就是想問 剛才兩位專家 有沒有持有這個反糾成的股票 我們並沒有 那 我們並沒有持有 並沒有持有 這一隻不是玩具反糾成買的 因為一定要問這句 通常在財經節目 會問回 最最後的 會急口令 那 就是沒有 其實會見到 他們當時也有嘗試過轉型 但其實在 譬如說美國的業務 其實到了2015年的時間 其實它有兩間旗艦 即是本身有兩間旗艦店 有一間是在時動廣場下 另外一間是那個... 知不知道 不是他那個是... 就是美國的旗艦店 美國的旗艦店 對 總之是他兩間旗艦店 因為都是... 他那個租金沒有太貴的關係 他就要去... Close 了 也都令到他當時的零售 是急錯的 那個情況是 去到... 中間也有開過很多新的 一些小一點的 但是... 主要都是接了一些不是好賣的 大概是17間左右 主要業務 還有其實反而當週一的時間 他那個破產保護令 即是說了出來之後 公佈了之後 其實最受影響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美太 即是Mattera和夏茲寶 當時的分別也跌了 是6%的股價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原來他們... 因為他們原來是沒有... 沒有一個是... 其實是真的fee 即是擺在他們那裡 就是完全沒有那個 所以變成了它直接是影響 雖然說是鞋子部 其實在這年 因為吃了麥廳很多一些拉筍 令到它的股價 甚至它的營業額 是飆升了40% 但是隨著去年16年左右的經濟 都是一般的之後 它都開始回落 但是這次這個事件 其實是對於一些玩具製造商 也都很大打擊 其中一間是JG頭的 一間三十多吋的Figure 在玩具版本整個香港都會看到 其實它的股價也跌了6% 其實都會... 看到是很嚴重 因為現在看到那個銷售 主要是那個銷售渠道裡面 原來是一些玩具生產商 是很依賴這些店舖 原來店舖沒有了 是會影響得這麼厲害的 其實之前有一宗 我還不記得一兩年前有一宗 運動舖 美航都是這樣的連鎖 也會影響到 連帶Nike 那時都會跌倒了 純黃 紫紅 其實它們結果如何 上次你說 剛才是Kmark 或者那間運動連鎖 結果他們 放了餐點 即是我 Kmark收好 真的收好 因為沒有白武士 因為它的尺寸太大 對 對 所以究竟這個 Toyce Rux的下場會如何 我想幾個月才會知道 因為它本身現在 直到期就是那四億 但是它本身 負債已經是到五十億 其實你已經知道 你五十億 其實你也有點問水 因為它好像一年做十幾億 對 對 對 因為它毛利度很大 但是現在還有其他的 一些開支 令它掌握不了 對 所以都是幾困難 不過這裏 我們真的好像 都可以說得 太歲都可以說到 財經 你真的有沒有持有 這套Toyce Rux 再多一次 你有沒有持有 我真的沒有持有 阿迪你不是 剛剛配合完一間 美國很大的 對 對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你去那裏 其實因為那裏的生態 是駕車去一個一個摩 這樣買東西 因為有西岸 在我去加州的那裏 聖浩西那裏 其實買玩具 只得Target 反斗性 和GameStop 會見到有玩具 我那次去就是 只有這些地方 浸個鹹水又懂得讀 聖浩西 我只懂得讀這個 真的 真的很大 大那龍 可能就是因為 其實 Henry 都說了 其實反斗城 真的說 賺錢的東西 是靠一些BB東西 對 因為那次去到那間 反斗城隔壁就是 Toyce Rux的Baby 連著了 因為他本身的主要業務 其實就是 做這個兒童的市場 但是其實他近年裏面 他也有拓展很多關於電子遊戲的業務 但是其實在去年 在去年最後那一季 第四季裏面 他的營業法 其實他都見到是急錯的 那阿丁 你覺不覺得你自己很欺負 當你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 沒有 但發現他們那邊 其實 不真的香港很幸福 香港你去到旺角 甚麼都有 遊戲也有 甚麼都有 那邊 如果你買日系東西 基本上一定要上網賣 對 就算他 有 其實本身 也知道原來 好像比如說 模型那樣說 那時候 好笑 就是在加拿大那邊 都有一些星球大戰的模型 但是其實那個拉伸 並不是遮蓋了亞洲 所以亞洲的人 是買不到那邊的模型 他們也都買不到 那些全部都是水貨 所以便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在法國住的十多二十年 其實有些人嘗試走水貨 這樣去把高達模型帶去法國買 對 但是是不給的 不給的 對 一方面 他和那邊的玩具盤兜城 是談不買的 不知為何 一直都不能在市面上買高達模型 但是呢 Bandai 又不知怎樣 令到那邊的海關 是不給你拿到 Block 是Block 會燒的 我聽過的人說 簡直是會燒毀的 就是喜歡高達模型 那個人 他告訴我他是很傷心的 他自己買 但是那款款貨 他有沒有 他好像 他是沒得賣 根本上在日本 在法國是沒得賣 那個年代 我說的是 2002年前 一方面 在法國是沒得賣高達模型 但是一方面 你是不可以買水貨 Bandai 是 我不知道 詳細 但是你可以自己帶他去玩 你自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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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用得 但是雙倍了 就當你是 你如果是水貨被人搜到 你整件都是 可能被人扣 但是現在變成了網售 現在就不知道 我剛剛看到 原來Bandai 在巴黎比較混戰 我想他們應該 應該已經拖戰了 對 其實挺有趣的 講到剛才的會費反抖性 其實美國的業績是下跌 但是其實加拿大的業績是上升 我想跟華人集處 大家聚集的地方 就是亞洲人比較多 大家可能都會喜歡去跨玩具 因為亞洲人 其實玩玩具的情意結 是會比 我想會比歐洲人 或者是 因為他們戶外一些 其實 就是 外洋人的小孩子 其實他們真的不是 一過了那個age 就會 對 他們是比較去 picnic 做運動 去交為一家人 就像我們一樣常常在家 對 我們四個小朋友 在外國大 都是很小的 我們都會認識他 對 對 其實講到這麼多外國的會費反抖性 我想 其實大家都有限 就是會費反抖性 或者我又自己講一講 我自己怎麼看會費反抖性 因為我張文浩 剛剛又收拾了會費反抖性 其實你問我 他有沒有生意 我覺得除了一日多 他生意都做到 我純粹說 做運動 是否真的BB多 是 其實你正常 喜歡玩玩具 坦白說 你真的不會去活動化 家設哥 除非 其實近這一兩年都好些 因為他本身 譬如說 它會引入一些 Toy's Rock限定 另外這個 Marvel 或者六串 它會引入一些 Toy's Rock限定 所以你要追款 都會去玩具反抖性 以前日本人才來不來 我很記得 Yama島的裝置騎兵 有些是Toy's Rock限定 是 但其實這樣講 其實亞洲區成果 這個最新的就是 李峰那邊說 他就是說 日本的玩具反抖性 將會拉進去大東亞區 就是這樣 變成完事 你會見到其實 他玩具反抖性 在國內 其實是08年開始 其實已經增長到二百多間 你會見到 他們現在的消費 可能是名牌效應 真的肯定在 玩具反抖性 裡面會買到一些淨貨 即是 就是這樣 那種方式 還有 你都需要一些銷售點 你可能就是 譬如說 日本的公司 你可能直接就是 這樣下去 就會容易殺 所以其實都是一句 你平時 大家都 譬如說 喜歡玩開星戰 喜歡玩開Transformer 你其實去尖沙咀 開心的 即是開心的 先撇除活動成功 你起碼有一個地方 有一些 即是 玩具友 或者是 那套戲的粉絲 去聚在一起去玩 即是 所以變成 我就覺得 香港 那個 會反抖性 其實也還有市場 也都真是 有人器材 也都真是 有它存在價值 其實很多 買東西給小孩玩的人 尤其是 那些女士 他不會想去 旺博 他不會想入場 甚至他不會上一個 太迫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在沙年開家玩具店 但他現在還在 他也說了這件事 其實他的玩具 就不是讓我們玩 那些玩具人買 就是讓不買開 即是他不會和你一元 由街頭又街旺 或者是二次檢 這樣走走走走 或者兩三個地鐵站 為了一元去駕駛 即是不會有這些 總之你up多少錢 那種就給錢買 所以會見到 本身的target都不同 但是 說回香港反抖性 有些觀眾都會說 香港不受影響 因為他們跟李鋒和 反抖性亞洲是合作的 完全是合作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 現在受影響的業務 只不過是美國和加拿大 但是奇怪的地方 其實加拿大本身是 成績的 但是就是因為美國本身的拖累 很多時候的生意都是這樣 即是就算是高齡賺錢 即是長期是市金 或者是前景業的 因為他現在轉了網上業務 你見到他要維持貨很多 他在一個倉裡面 全倉 你想想 他現在其實是 Mattel 其實他在說是 不知道多少億 是 多少億的美額 你就考慮一下 譬如他當作有500間分店 他接著就可能會 優分店鎖你六隻 那你也三千隻 所以其實 這個模式其實是 裏面了 大公司 超級大公司的成長 就是Mattel & Expo 所以現在當這些 這麼大的連鎖 為什麼有影響 其實會影響這些大公司 因為其實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麼多 因為他們的數目 已經預算了 就是說只是反抖性 我都可能 幾千幾萬隻 那麼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現在因為 可能長期之間 即是索獨太陽火 以及購物模式主編 其實購物的對象 即是消費者的年齡層 都變了 其實現在真的成年了 買玩具 而反抖性就major了 在年少 即是他其實是兒童 其實主要是兒童玩具 沒錯 而現在的人是這樣 心安仔是不買玩具 是打機的 但是到他長大之後 就買回玩具 但是就不是我們那種 我們這隻 是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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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香港 我們剛剛都說過 玩具反抖性 其實那個目標不是我們 即是說回我們自己 光顧開的店 即是其實現在 我們經常聽到 網上的人說 很難做 玩具靈獸很難做 即是為了奔養 也行三個站 即是不正常的說 其實香港的玩具靈獸 應該怎麼做 即是我們在座 都很清楚 市場的人也有 在市場裡面 在市場裡面 在扯扎的也有 在風喚雨的人 就知道 風火飄搖 風火飄搖 是時候交給你 是 不如出來 說一點 我不可以假裝代表 但是 香港市場其實是難做 經常都說 我由玩具運到現在 其實是難做的 而很多參與者 看低了那個難度 所以就加入了市場 所以你看到其實 是很多人開店 也很短時間內就退出 是很多參與者 是為了興趣而參與 這個真的好 然後就被市場淹死了 沒錯 其實這種方式 其實很危險 因為你手頭上 持有了那些貨 然後突然間 你放出去 即是當你不做的時候 或者你看到不對勁 你一扔 其實會影響到 其他整個市場的運作 對 因為有一個人買一件貨 可能低於成本價 兩成 變了指標 對 變了指標 最慘的是 當你有一件貨 他有人蝕賣出來的時候 別人會覺得 那個是良心價 對 當你正常價錢去買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你是騙錢 或者是奸商 是奸商 但在說的都是賺你幾元的 可能其實已經不能賺 我曾經聽 那些人說 那些模型 一棟兩棟在這裏 BANDAI的模型 兩棟在這裏 他賣光所有模型 都賣不到這個法 這麼大劑 真是不誇張 無形真是不誇張 有時候可能盜貼一飯盒 真的不誇張 會的 因為市場上真的有很多參與者 不要怪我 其實他們真的看低了經營的難度 香港有兩樣的因素 已經是令到你很難經營 第一就是租櫃 租 不是天價是地價 你是贏不到現貨的 所以當你贏到地價 原來是賺一元 或者甚至到時一元 我聽過人 第一天回來賺貨 到時一元拼出來 他想走完算數 因為他可能整筆 整筆可能八千多 我試一元 我都是輸二十元 輸入飯 但我全身而退 但如果我堅持要賺錢 我八千多元 可能不再兩年 然後價格一直在插水 這是現實 但還是要小心 如果過得這麼做 其實真的會形成了 顧客有個錯誤的訊息 以為甚麼都很明顯 是 慈敗便宜機構 是的 慈敗便宜機構 但是大家顧客要負責任 零售商也要負責任 就是為何要這樣做 當然 你永遠在這個自由市場 你沒有完全一致 很難 不要選擇 因為現在有新的反競爭法 其實加上這條法例 我們不說政治 會令到零售商是雪上加上的 你對前景的體態 其實不是 應該是怎樣說 我覺得做零售商應該要小心入場 而不是把自己的家當賣出來 然後就想著可以賺錢 但其實這個情況是 普遍所有人 很多人入場都是這樣 所以這期不是興起隔製鋪 其實隔製鋪 其實隔製鋪 其實隔製鋪本身也是一個地產行 是 這個是日本那邊開始 因為都 我忘記 之前不是說過 說了一點 其實是因為2001年的時間 日本經濟差得好一點 整個趨員是沒有了店頭 我們量度了一個方法 就是所有的電器鋪都沒有了 量度了一個方法 就變成死城 就用隔製鋪的方式 大家將家當擺出來 隔製鋪就變成分租 那你就可以塞滿所有的店頭 然後這種方法就引伸過來香港 其實 為什麼人們說近年 日本好像買不到東西 你去日本 雖然去日本很容易去 就是因為所有的家當都被外國人買走 也沒有本土的人 是可以流動的 我們也沒有資金去買 所以就變成了 所有的東西都見到 就會在香港某些商場裡面都見到 但是他們本土的東西就越少 其實隔製鋪是什麼 就是代表香港的經濟差 其實現在香港經濟 比之前2001年的時間 是好很多 因為已經看到隔製鋪是少了 嗯 但是好像現時點有多反應 其實當開始有的時間 就告訴你 這個就是一個景點 其實我突然想起現時點 做派一個成糕 至是做了兩成 對 我也聽過了 是那個鋪 是那個鋪 是 是 沒錯 Vivin哥 就是他了 這是地產商 一定是 我就是有很多間鋪在二次檐 是 是 說回來 其實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觀眾 今晚我們四個 都會選一個問號最好 或者覺得最舒服的觀眾 我們就送一份禮物給他 送Vivin就不知道 可能他送他本人也不一定 但是呢 剛才剛才有個朋友說 叫什麼 Money MMO 很長的 阿Cock 阿Cock 他說 Brian 聶芳 有資料看 有課題 這個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對 我都以為那個是你 你以為我是 是的 他後面很像 很像 他真是很像 我都說很厲害 我都說很厲害 我的照片很厲害 我都說很厲害 其實那個真的不是我 大家留意一下 那個是馬榮成先生 蛤 是啊 但是沒有那個 真的是馬榮成先生本人 如果我沒有看錯 你留意一下他的Facebook 或者相關的網站 你會見到 有一封是正面照 馬榮成先生 是戴著同一個帽子 穿著同一件衣服 所以應該是馬榮成 可能在監修 那個 我小弟真的不懂 重新一次 因為馬上有西人 找我 你還不做一些 一比六的特別 我真的做 我也想 我也想 可能站在幾萬塊 就在監修 那不是的 多謝你們的支持 但是這個 其實是馬榮成 那個一比四的 聶豐加正 好像是火麒麟 將會推出 未來可能有些事情 會公佈 應該是 我記錯是十月初 在上海一個展覽 SHCC就會 出來 即是見街 就會預訂 大家留意網上的消息 那個時候真的不是我來 我也想我這麼厲害 可以這樣 靠一枝筆 華分兩頭有角 即是說開 走走走玩具譜 我自己也擔心 真的 玩具譜會不會越來越少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也覺得會 但是比較在其他世界上 其他地方 因為始終香港是有依賴網購的 因為我們地方小 即是落街是一個 始終都是一個活動 我們可以用 對 因為就算你網購 你交收 其實你還是地址 對 地址見 對 其實那個路程因為泰國短 所以 加上Yahoo現在又不能撕東西 是的 將整個我們平時網購的習慣 好像沒有了一大半 這個我是覺得很詫異 你Yahoo不能撕東西 這個是輸得很慘的一個做法 我們有輸 其實也是 第一件事見到 那些傢伙想法是用哪個部位去想法 這個完全是錯誤的 這個做法 他們坐著想法 Anyway 你記得幾年前 我們還可以 他當時還未收上假費的時候 Yahoo真的很棒 因為很多人把他們覺得不值錢 他們自己不想要的 就買上去 即是你的披霜我都不想 很多時候找到一隻扭蛋 幾元交收 自從你收了上假費 就已經沒有了 譬如我平時找太陽之牙的東西 以前是九葉的 現在只有一半 我相信現在沒有那個 必定的 沒有什麼必定的 之後可能只剩下五葉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平時見一元起必 你多少錢起必 其實由市場去決定價錢 你不用設定價錢 其實更好 對於買家來說 我的貨幣值錢 你才不會高 不值錢的 每人都要走貨幣 Yahoo我都買了很多奇怪的東西 我都少見的 但我都在Yahoo裡面看 有時候你會找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但現在就變了你要找奇怪的東西 你要下古兜 但其實你在隔壁裡面 即是數小句 真的沒什麼心機找 你的東西堆一堆 你回家其實那些東西堆一堆 你出到街上的東西堆一堆 很浪費神 我不是說沒有補茶 但沒有傷神 所以你說 香港的玩具零售業 即使將來會有什麼風雨 都不會是因為網購 不會被Yahoo取代 可能是其他東西 反而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叫做 生產公司 直接 就是 例如 CVAN大陸 阿嘉 阿嘉 其實很多公司都會出現一件事 就是 直接對著客戶 阿嘉在那裡 阿嘉在那裡 不要拍 不用拍 不用拍 不要突然扭 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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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過頭 不經過頭 因為公司也是網購購 這是一個趨勢 這是一個趨勢 你意思是直接寄給客戶 公司直接賣給客戶 其實不是 可能有些人不介意 full pay 去訂購 但其實很多外國人 的消費模式是 我每個月又賺多少 洗多少 其實他沒有怎樣剩 他其實是 他要買一件東西 要我們這樣 full pay 就要他等出糧 那天才可以買 其實對 對買東西的心態很有影響 還有另一件事是什麼 我們這些玩具 其實出口去某些地方 可能是南美 歐洲那些地方 其實他被人打碎 他跟我們買的價錢 例如亞洲地區 或者是美國那些地方 我們生產商 批給零售商 他們再買 其實那個價錢 通常都會比我們 自己訂的SRP便宜些 少許 可能不是很多 128 或者少許 但起碼你 那個人去到買的東西 你不用付稅 他已經算了稅 他入口的時候 但是 跟我們直接買 就變了很多時候 我們賣的SRP已經不便宜了 再去到那個人 他還要再打碎 他還要被開關扣 對 他還要被開關檢查 有時東西被人開了 又不漂亮 爛了 對 還有寄過去的東西 很多時候 盒子都會被傷害 那些 那些人就會覺得 心態上 都是希望去零售店 至少 人們經常買 我都要八角尖尖 就是 你是在買一件新的東西 我們寄給他 有時 油測 即是 那些速遞員 亂丟 就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傾向 大腳那些 是啊 可能我自己 PVANDA有 或者是 可能我有時PVANDA訂東西 但你出去買 其實都是一樣東西 價錢一樣 我會寧願出去買 我起碼買回來的東西 我去到 還可以看看 那個盒子 裏面 哪一套 哪一套 我選擇再拿走 其實現在另外 亦都說了 現在可能變成代理商 我們這裡有很多 有些店舖的代理商 是很多間的代理商 很多間公司 是買的 就是 會變成 對 那代理商也變成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真的變成 所以我覺得前提就是 其實零售是不會死的 在香港 尤其是買木具 因為剛才阿嘉說了 始終是需要購物和購物 購物有個過程很享受 你就可以了 他很個人的購物 不是那種虛榮感 而是 是一個樂趣 如果你去 我對那些 在谷購物購物 沒有 朋友沒有特別 沒有意見 但是你不覺得 你在地鐵交收 其實很赤裸 很赤裸 你純粹是一個 淺人的交易 這個過程 其實我也試過在地鐵交收 其實不是很過癮的 不是因為怕被地鐵支援趕 而是 你自己問一下自己 我自己覺得 跟我去普特買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有朋友是喜歡在地鐵交收的 因為便宜一點 但我覺得地鐵交收 感覺好像是 看毛隔 那樣 即是一手架架架架架 即是一手架架架架 即是一手架架架架 即是一手架架架 即是一手架架架 如果你說壞了 怎麼辦 明星會不會跟你拿來修理 或者退錢 這是一個問題 我不是說店鋪一定做到這個 當然 即是地鐵交收 通常是買的店鋪沒有東西 即是舊的東西 或者是散電 其實已經不是了 其實真的不是 我試過很過分 試過一次我真的投訴 不過幸好與他無關 有人在我們玩具店的商場附近 其實在我店鋪旁邊 交收球鞋 很赤裸 現在的球鞋全都是新的 還要十幾盒 凍了 就逐一等人來 你想想 如果你是租戶 或者是業主領 其實就是被侵犯了 才是權益 你交租 你交電費 冷氣費 你交差響 但他就凍了在這裡 好像免費地做到那個 即是他在商場上不特別 是啊 這件事比較奇怪 我跟管理處 我跟護衛就叫他走 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你不是上班樓上 有人在你家 門口賣雲吞麵 你值不值得 沒有錯 你走廊 那時候在家門口賣雲吞麵 其實這件事 大家也要想一想 有時候你的權益 是否大於別人的權益 這已經變成公民教的問題 因為其實 現在的人是沒有 你拿正 你拿正來說 其實你的地鐵交租也是不行的 所以有人出過地鐵 所以後來就去旺角 趕人也要進去 你家門 你家門又去交租 所以沒有商場就旺了 因為他方便下去 直接沒有 最初地鐵你原站出閘是沒有事的 那他可能有很多人交收 他可能就扣你最大那塊錢 50多元 50元而已 但我覺得他這樣罰你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經常 例如我 有一個搭出去另一處 可能拿一拿東西 再搭回原站出來 就是這個 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他其實正在罰這件事 還有一招就是 是兩個朋友約好 點對點交換張卡 對 對 然後就很過分 你控制就 搞不到有心的 但也可以有決心這樣做 如果你固定上班下班 有朋友其實也能夾到 這些事情 這些就是個人操守問題 我們還講不講下去 我們講了很久了 其實可以再講 但不然最好 我們收費會跌的 保持都是那個數 反而 有什麼方法 剛才說的一堆 也算是負面一點 但是會不會想到一些方法 可以幫到零售 我正在想 因為我們其實 換句寶現在的問題 是越做越細 但東西就越來越多 變得很亂 你看到我們 就算是比較有規模一點點 那些可以開名 就是戶主 精品 精品 但是精品除了它 深水寶那間 最大的間之外 譬如你在信簿裡面 其實你也行得挺辛苦 它轉了模式 它以前會把貨物放在店裡 現在它是放一件 你要它再拿給你 它可以放很多貨物 它可以放很多款 給你選擇 然後你選好了 它才會去拿 它不會把貨物放在那裡 變成你沒有走很多 即是前年是不是就走 已經算是好 但有一件事很慘 如果那件東西 你想看 有人在看 你就要等它看完 你也不是有些人很喜歡選擇 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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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日本那些 不是有張飛仔在前面 你將來是不是有張飛仔去 好像不會反倒成 這個問題 你始終解決不了 就是租櫃地方小 因為香港的特色 就是要有很多貨物 他講了 其實在香港玩玩會是開心的 你想要的東西肯付錢 但是 譬如說 你如何去克服 我說他克服的這件事 都克服不了 但香港的租金 是扭曲地高的 我用扭曲地高來 你完全不成正比 你一個行內人 他也是行內人 他也是行內人 我是安奸 行內行間 行內行間 所以變成你真的說 突然之間 你租金可以便宜到50% 你又發夢 沒有可能 變成你要揹著租金 會連帶 和新金去經營一間實體店 你還要加上直銷店的網購 和Facebook群組的二手買賣 其實是很難搞的 所以其實 又比我食主上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一件事 不妨在我呼籲一下 其實 你有沒有發覺 香港是有人沒有屋住 有人有很多屋 但是沒有人租 其實店舖也是 有商場 有很多店舖 但同時 有商場的店舖 貴到瘋 而是有人租 其實德國說到 扭曲了現場 其實可以呼籲一下 其實個別市場主 他跟市場走 我完全理解 但其實中型 或者大型發展商 其實可以幫到手 那麼多市場 你就便宜一些租金 其實我在想 盤的TV 有個直播的時段 如果有發展商 可以的話 你給我們一個地方 做一個 不要說永遠 一直到永遠那些 一年半就在我們做直播 一來 喜歡的朋友 看看那些傻佬 或者怎樣吹水 那就更旺 還有連帶玩具TV 你便租給便宜的玩具租金 一起攪 其實我真的和很多行男朋友 談過 其實這個方法 租金太貴了 其實我簽了那支 那個場 DNA 那個就是 很便宜 手刀 然後一夜便便 對 問題就是 就是這樣 他一搞起一個場 就馬上剁你 就馬上剁你 香港人的 你可以去看這件事 你幫他搞起一個場 一年半左右 他便整個剁了你 所以就是 零售商會要團結一致 不是談些什麼 就是一齊談 整件事 你又不要狂交我們租 反過來 其實是純此相依的 真的有行家說過 是名句來的 玩具做起了很多個商場 你自己數一下 其實是 但是我可以 但是最後 享受成果 就 未必是做玩具的人 其實挺慘的 很多玩具學生看見 沒錯 沒錯 立刻在那邊說髒話 你看看現在的邵曼 和以前 又或者 C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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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剩下 我就不知道原因 最近TREATIBLE多了 現在是否改了 以前 改了 他多了很多玩具店 現在是 因為是移民潮 因為某商場的租金高了 以前 對嗎 對嗎 我看到一層 起碼有三間 四間店 其實比較有趣 全部都會留意到 都是這邊街 其實在那邊對面 這真的是風水問題 沒有人難 過人條 過人條 但是那邊那個商場 又很難 因為是這行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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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鑾 封了個洞,會好一點 其實那裡不是行隧道的 其實你可以在上五個角度過馬路 就不用行隧道那麼辛苦 還有鑼鶴坊的人流是可以過來的 所以我不明白那個場是怎麼死的 當年現時點,你會問一下 當年現時點也是死的 但是已經起床了 那個場是比較奇怪的 我上去走過一次之後我就理解 因為它和旁邊的這些地方 原來是通洞的 你最多次那裡 其實也無所謂的 其實也無所謂的 因為它幾層都衝突 你害不害怕,你不害怕 我當然不害怕 但是女生會趕了個班 但是多數客人都是男人 經營的是男人 多了很多女生走 我上次去面試點 很多女生都在一起 很多女生都在一起 而且現在是多了女生去看動漫 主要甚至乎我這樣說 不過收益上 例如日本近年流行的 或是Love Line那些 基本上營業主要都是女性市場 那群獨男 其實我發覺很窮 沒什麼錢 當然 現在女生看 以前是跟男朋友看的 現在我會看到兩個女生 或者是三個女生自己走 就是幾個遊行走 我認識的女生 大部分都有看動漫 甚至乎是喜歡的 很多不少也會有買 而外的就是 有賣模型 買FIGURE 當然不介紹我成的 她不經常不介紹 所以有機會 師傅怎麼砌 那就説我教你 因為我有一個期 我玩這類型自助 可以有一個Lego 買背景 才發現原來有很多女生 自己去設計Lago 是啊 所以我認為香港零售其實不能做 不過我真的 大發慈悲的業主發展商 我在想 小商業會做旺的場景 真的 這件事是死場的 現在是旺了 你叫地主大發慈悲 這是貞結 這真的是貞結 我覺得除非大家要回到 即是這個六幾年大家 將上面那套 手脈雙撞 將上面那套魅莫來的 但你不覺得那些死亡的商場 其實一年的租金可能過千萬 但他都可以免售 他就是想什麼 但問題是你沒有租 因為他不想低租金令到樓價跌 我理解的租金和樓價跌 但問題是你寧願這樣洩發 你也不便宜一點 租給一些可以經營差的人 其實大家都輸 你不要說 其實 Sorry 我有說 巴黎也是 哦 巴黎也是 不是湘湖 住宅 很多地方 那些位置的地方 寧願寄的 是的 有些地方寄了幾十年 是的 哇 幾十年 是的 但是巴黎說起來 比方更大 是的 這是業主的普遍心 很難 即是他不想那個 寧願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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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為現在香港的市道 實質上 你只不過是靠這些去維繫 是的 你只要想 其實你是想十個百分 你不要一半 你想想 其實已經是災難性了 是的 你想想 如果多了人 做不到零首 其實又少一些行業 又少一些人就業 其實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多了人生 真的很慘 因為我們這幾年 看著現時點 由什麼都沒有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玩具場 再跟著又開始 又開始聞到那股味 兆曼也是 是的 所以其實我看到現時點 有一間庫 蝕了兩成酒 挺開心的 是的 OK的 是的 不過我曾經聽過 香港有些真的有良心業主 在深水母 一間很出名的鞋店 做了幾十年 說不到我的名字 不知道是暴聲 希望我不要說錯 但說錯也不要緊 就是業主是很好人 他還在用幾十年前 做這麼租的 嗯 有 其實真的有的 我不是說你要事主租給這些用戶 不過可能大家想想 賺錢 其實這種方法是中國人一種賺錢的方法 你歷代 應該說是由遠古到現代 但其實德國 你試試嫁租 你立即已經有法例 你立即已經是甚麼 我們 即是 無論住宅和商務都有很 有很明確的法例 總之他們覺得是屬於這些東西 你必須問 我們越說越遠 其實香港也有的 SARS之後 你已經不同了 是 在以前有宗務 真的有宗務 現在 後來因為肆子倒了 那就放股回家 但這句話說過很多次 你有病就吃藥 你沒有病就不要再吃藥 現在問題是 沒有病之後你繼續吃藥 那就變成有病了 現在更嚴重了 這個情況 我想我們已經槍得太遠了 太遠了 對不起 有人說 竟然有人說 挺好看的 你還是知道 OK的 Sorry OK的 不過我們 四個 都不是說正式 不過我真的相信有好人 有的 還有大家 其實長期間是有智慧的 因為你保持收租 但我怎麼沒有呢 Sorry 我說了一點 Sorry 我經常都說回 我在法國 租務管制 不僅僅限你租多少錢 而是說你那間店做甚麼 你都要管的 譬如你那裏是麵包圖 那你下一手 除非你傳動上樓宇的業主同意 你改善 不然你一定要開麵包圖 因為你那裏之前是麵包圖 就證明社區需要麵包圖 你不能突然開一間藥房 或者珠寶店 這就是為何人家經常說 為何社會浪漫一點 或者不用那麼多擔心 是 這個是 解嚴雞蛋 人家的性格是這樣 但人家的社會體制 也是保護得到 因為這個 網站裡面看過很多次 很多人 是關於一個是 這個猶太人 和這個中國人做生意的方法 就是猶太人做生意的方法 就是可能一條公路裡面 A到B鎮 可以要一天的 總之就是猶太人就在中間裡面 就開這個油站 然後發覺另外一個猶太人看到 你開油站 不如我一家士多 不如說也有人睡覺 第三個就開了一間旅館 然後慢慢變成一個城區 然後中國人的方法就是 這個行,油站 第二個油站 第三個油站 如此類推 就十幾個油站 然後大家就開始鬥架 就在那裡擲 這種是任何一個中國人 甚至乎 我想很多國家的人都看到中國人的那種目色 大家不是一個運作 只在不斷蠶食對方面 最後就是 蠶食到沒有 就自己會死亡 不像一些寄生蟲 基本上它的方式是一樣 歷代也是一樣 不過我們要維持我們換的TV的正能量 雖然我們都說了一些 其實不是現實來的 現實 即是說現實而已 正能量 你剛才提議過 我們不是只是踩 其實真的有一個辦法去 我不需要玩舊 怎樣可以令到換具零售再重新 其實我想提一提 其實類似打鬥性模式 香港有一個 其實我都覺得很奇葩 是做到的 其實就是奇趣天地 奇趣天地 現在它有五間分店 陶大都會載海分店 嘩 即是逆時擴張 但它是立執的 它上次張冬都很執了 去調整 去調整 但它的選點是很準的 對 有人都執過 有人都說我們要先去執那間 我們也不是 一會再開那間 我住在六東 應該去哪間 去除狂頭 哈哈哈哈 尋找 尋找中 它有紅磡、柚塘、傳蟻、北角 看得 柚塘、柚塘 北角都合你 傳腕 甚麼 柚塘和北角都合你 傳腕 傳腕 陶大遲也才開 哦 陶大開 是啊 哦 很開心啊 陶大開 我們整個緬輝幫人玩 陶大已經有關住在這裡 也有 但我覺得不要緊 但你會否給你 其實本身是社區 其實挺艱固的 對 不過社區裡面聚到人 為甚麼奇趣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因為我以前 有一陣子我經常去黃埔玩奇趣 因為當時有頂大風在上面 我們用這個藉口去吃頂大風 我就有得行奇趣 奇趣在一個好吃的地方 還有很多我老婆適合行的東西 例如零食 是的 有些 他站在門口等我 Savriel的精品 是的 文具 文具 零食 我老婆可以消磨一個時間 我都沒有 這個是奇趣一個很成功的地方 其實見到奇趣 我只是去草灣那間 草灣哪裡 草灣 Panda 其實我見到的時候 你見到除了 消瘦的年齡層 都比較闊 譬如說兒童玩具 他都有幾行 是兒童玩具 變得不僅是其他 不過本身 可能是他自己本身是資金的問題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小時候的玩具堡 你都留意到 除了我們看的消瘦金之外 其實應該是什麼類型的玩具都有 但是現在出現的玩具堡 就變成 只是給我們 或者某一個層面的 一個age的 就好像我的Facebook page 那個觀眾層 難成三十 才是 基本上奇趣是取代了 百貨公司的功能 是 所以他有個新機 就是有個neach 讓他成功闖入 當然剛才說到 其實黃埔這麼大的鋪 其實他頂了租也很困難 我相信他是有技巧 跟法治商商談過一些 他搬了一次 是 他搬了一個較為軟的地方 不是啊 現在是中間這些站 中間這些站 我想說黃埔的租金價錢 是低於將軍澳的那間 蛤 蛤 蛤 所以收拾了 可能是商戶是有 有傾國的 其實他搬之前 他是比較近紅磡火車站 是的 因為一落橋 走三長橋下來 就直接走 而且那間鋪很好 他一走就穿過那間鋪 變成你經常會走進去 純路 是的 現在搬了 其實他剛搬的時候 還沒有地鐵 有了地鐵之後 現在就爽了 他也很棒 其實他去舊鋪 我從來去過兩次 我為什麼走都不認識他 因為我轉身都是轉 在那邊 真的沒什麼機會向這邊走 這個是零售商的參考 因為選子是最棒的 當年除了八百萬收拾了 沒有八百公司 整個黃保區是很多日本人的 很多消費力很高的人在 只剩下一間 他就可以有好好的生意 如果你過了一個點 其實你應該會 你過了一個位置 是的 都是BZ那些 是的 其實你會見到 譬如說在太古城那邊 其實他們 很明顯可能消費層面不同了 因為以前 會有一些玩具 或者買日本的精品 都是撤走 說什麼日通 日通那些都撤走 那你應該本身是他的社區 那其實 剛才用Walker 那一定是社區運作 為什麼旺角那麼多玩具 很集中 你看到都是細玩具很多 通常就好像聚集了 因為會聚集了一些人 而去到其他的地區 我相信就是 他會覺得 如果我在那裡開的話 那你也要過區另有人 就變成我在那裡開 那些人就不需要 下去旺角 就變成他們可能在那裡爭 那他們直接就我來樓下 那我又省幾分車錢 又好 就是我在那邊 就算那個價錢 他派成貴一些 那些人都可能會選回那區 那你會見到 其實變成不是集中的區域 就會變成大 就是有這麼窄規模的公司 就會在那些地區裡 開始進駐 所以其實其他做的那些 玩具的層面是闊一點的 他做一些mass market 就是做一些女生的東西 premium 東西 他做的 就是地區性的 地區性的 但旺角是專業玩具的 我們為什麼 不如賣少廣告 因為我一會都出了單單 給其他老闆 說了這麼久 讚他很久 對 真的很好 他肯扔價 真的一流 他只是有點貼 你是下跪 我們沒有收入車 沒有人相信 對 對 那輪到第二家買廣告 為什麼我們會搬 從銅鑼灣搬過來 就真的是 原來我們玩完的那些客人 雖然有個別客人投訴 我們搬了 我們在香港情何以堪 但問題就是 原來他們都是寧願走廣告的 重點住香港 因為他一次過網絡 大部份他喜歡看的 這個就是 還有香港的電路區域 也是我以前說過的人 其實都會集中在灣仔 以前都會跨馬去銅鑼灣 但其實現在 沒錯 銅鑼灣是一條路線圖 總之是一條路線圖 同一條路線圖 同一條路線圖 對 以往都是一條路線圖 你走走走走走 因為188中間的位置 其實可以燒不下去 很多時間 但188現在已經 只剩下了 188現在就 而且也都是固定了 即是有幾間 對 已經變成雙倍了 不如就回到旺角 一次過一看 188商場又是一個 給玩具或電腦遊戲 做起了一場 然後 有玩慘 對 入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眼鏡 皮具 對 因為漫畫又死了 那時候買漫畫 兩檔最大的 二三檔 買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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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漫畫 不用在店裡買 因為現在全部虛擬 你上網擠買漫畫 買漫畫 買不到漫畫 不用吃酒 買漫畫 其實當中這樣說 消費模式的轉變 的確是令到實體店 是有影響的 就算好像漫畫書一樣 以往大家都喜歡矿書店 但現在的確是有些網絡的 給錢看 對於你一本北斗之權 二萬九千百萬元 現在這個做法頗有趣 一期 由第一期 你就揭去這個 我的墓碑不需要的名字 就是這樣 過癮的 真的是揭的 有一個Raymondnew 這個朋友說 下次回香港要去一下奇趣 單會記給你一個奇趣的 有老闆 另外有老闆進來 大家留意一下 有老闆進來 不要說這個牌子的壞話 進來就不要說他壞話 K字頭 不要說他話 說笑而已 他進來就想吸引你 是不是 K先生 K君 K先生 K先生 我們講一下牌子好不好 可以隨便 對 努力吧 你們加油 加油 同行其實不是敵國 大家努力加油 我們作為客人 其實我們要多謝你們的監獄 我知道全世界喜歡玩具人 都會羨慕香港 這個肯定 這個鐵本 如果不是 雖然我們打給一些人說 我們會說 有沒有一些人 未準備好就入行 等等 但其實不是作為一個玩具的人 一個普通的玩家 是很感恩的 我以前住在外國的時候 很慘 哇 真是慘 我住在那裡貴的 我坐四個速度車出巴黎 才能走 很大 你有沒有去到遠走 當然 我上網做了功課 接著那兩天就走到巴黎的玩具店 而買的都是幾年前的出品 有多少間 巴黎 其實都是幾間 六間左右 整個巴黎 可以賣到日本玩具的地方 完全是真正的 這個價錢是十倍 我剛才聽到你 Count in 是啊 上海的客戶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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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那就可以了 真的放水 因為很多人來到香港是很開心的 我經常聽 有時我在旺角 我看到碗黎 聽到法文 聽到一些法國人在買玩具 我心裡不明白他們的心裡 很開心的 你想像不同的外國人來到香港旺角 是多麼開心 你會不會答爹 不會的 他們真的是來出聲 他們真的是來超玩具 其實比起在日本更加開心 因為有很多集眾 對 很嚇唬日本 對 還要便宜日本 很嚇唬日本 日本現在已經開始慢慢轉變 其實主要都是自己的專門 就是自己的公司 而且你在日本買玩具 我們知道你除了咸咪德德基之外 其實你新出品很少在日本賣 因為香港就更便宜 香港更便宜 香港一定更便宜 而且在日本 其實很多時候新出的東西你買不到 你的初期就沒有了 是的 我在日本買什麼呢 就是看到我香港買不到的東西 他就買了很久 香港不要買那些 其實所有吃香的東西 在日本很少 例如《車入金雲》 是的 那些你好像在日本看到有炎火 或者例如Bandai 那些超廠腰菜 那些有60多成品 幾天就沒有了 但在香港你經常都沒有貨 我還好有部份 DX我也是在日本買的 我都試過 就是頭那一頭特價的時候 剛好你幸好碰到 是 港運的 是港運的 但你很少會說 還有錢貨 你在香港 譬如我現在 我想找了一隻車入金雲 即是他們三年前的 我在旺角我可能還會找到的 在日本你不可能 是 二手 二手 對 二手 好了 好了 終於是要了 終於要了 十點了 我還要說禮物 我講好笑的 有個觀眾叫Aaron Jung Chang Yee 你真的是鬼仔 我住英國很無 你真的是鬼仔 Aaron 笑笑你算了 不過所有禮物都不如送給你 因為我們在英國送不到 Sorry 我們要選朋友 選一個 我剛才也說了 我有一天曬了一個港船 租金真的不需要再看錢 我們有很多外國的 其實有很多 真的 就算不懂廣東話也看 不過這個舊一邊也看不到 這些世人也不再有 我選Henry Leung 因為我剛才說 反了成人賣這些東西 是的 德哥選Henry Leung Henry Leung 你待會PM我們你的電話 那德哥的禮物是什麼呢 不要失望 可能不是很貴重的 不過價值20萬元 哈哈哈哈 送一個 原廠Bandairo的Shooter Battle 如果你喜歡鹹蛋翅群就OK的 是的 可以整班家人在玩 那些叫Party Game 是的 Party Game 還有誰呢 不如 Mokka Mokka送 麻倉業 香港人也說 香港以前是有租金管制的 是的 比較好 這件事是 很多人可能忘記了 這個剛才看到麻倉 好像改了英文名 又給麻倉業 有很多的麻倉業 這麼快 你改名就這麼快 你用中文人看 中文人看 你用英文人看 這麼搞笑 是的 我的名字也是 有哪一份送給別人的 這個 這個 另外一個Bandai 還有這個 禮物你也選擇 我選 我給黃金線士 哇 我選擇是好人的 麻倉業先生 這個黃金線士 也對 麻倉也划算 超級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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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個印象 哇 打了一場 打了一場不一定沒有 雖然 我沒有說名字了 我選了 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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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說 說 Brian 那個 豐雲 聶豐 時尊 你這麼給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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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說 Brian 你的聶豐 什麼產品照 那個 P.M P.M. 我們 這個 是 Speaker 什麼產品照 太壞了 太壞了 你選擇一個 你的心意 哇 這個 Candy 說很想要 但Candy 你好像是澳洲 Candy 我都不夠 不知道 很厲害 一人來 我們打招呼 我們找你一集 Maintain Come on 這段 Dead Air 也說一說 近來 熱門的玩具新聞 剛才說了一宗 SED的新聞之外 今天也正式公佈雲展的限定 早前一開始 已經有一個不應該放在雲展賣的SIC橙海鴿 我完全不明白 你通販賺到哭 你再去買吧 全限就算了 黑卡槍 黑卡槍 搞到上賣 是不是香港人 是不是香港人 黑卡槍 不是 我可以說得出三年會做法 應該 他現在 是不是香港現在 因為我們無法記錄 我們無法記錄 對 我們無法記錄 你先說吧 不可以再再算吧 卡槍 機運費比較快 現在比較快 反抖成 越來越小 原諒我們 小朋友都留下賣票 記住PM我們 叫做選擇了 好 剛才那個也算了 有機會再說吧 看到Harrison用的F91 我覺得開心 好 好 今集就 禮物送買了 你一次就這麼多了 你一次就這麼多了 還未完 其實說遠的 真的說話都說不完 說了一小時零三分 神經病 對不起 好 繼續留意會不會TV 第四季第一集 數分鐘後繼續直播 好 一會見 拜拜 開心點大家 結束